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决定游戏核心玩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游戏载体的特性 体现在手游时代就是不同世代手机能提供的人机互动方式 iPhone横空出示后 以滑屏和重力感应两种新交互手段为核心玩法的手游越来越多 比如水果忍者和涂鸦跳跃 就是这两大门派的代表作 而在十年前更有一款集两大玩法于一身的手游 在推出后不久就红遍全球 收获过亿的下载 它就是大家熟知的神妙套王 一款只需要在屏幕上滑动的简单跑酷游戏 为什么能成为风靡一时的经典 是怎样的团队创造了这款让全世界上瘾的游戏 为何如今它的续作热度大不如前 甚至被玩家们惯以重客抄袭的名号以致口碑触底 耐心看完 你一定会有所收获 在具体聊十秒套王之前 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它的开发商Amongi Amongi最初只是一对夫妻开的小缩坊 由凯斯·谢波德与妻子娜塔利亚 卢吉扬诺娃创立 夫妻俩都是软件工程师 虽然不在游戏业界工作 但他们都是游戏爱好者 尤其痴迷字迷游戏 08年已经有一定工作经验的谢波德 正处于对未来职业道路颇为迷茫的阶段 但iPhone宣布允许第三方开发iPhone应用的消息 向一道神奇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对当时充满创造性的Apple和iPhone的赞叹 对手游行业全新前景的乐观 对独立创作游戏由来已久的憧憬 都促使谢波德毫不犹豫地辞掉了工作 开始全职钻研手后开发 一个队后 谢波德完成了他的第一款iPhone游戏 Amonging 这是一款考验玩家空间推理能力和词汇量的游戏 与早期大多数开发者一样 谢波德意识到 新的游戏玩法必须突出iPhone顺滑的触屏操作优势 所以他设计的游戏规则是 玩家需要在6x8的棋盘中 纵横滑动字母块 尽可能排列并筛选出更多的单词 取得更高的分数 尽管现在听起来稀松平常 但在当时 传统的自明游戏 以全新的滑屏玩法呈现 让Amonging广受好评 游戏的iPhone到开放第一天就上架 可谓占尽先机 游戏还曾在意大利区游戏排行榜中位列第二 作为谢波德第一款试水作品 Amonging不错的市场成绩 坚定了他继续开发手术的想法 公司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是为最早瞄准苹果应用市场的一批开发者 行业嗅觉敏日的谢波德 早早意识到了iPhone引领的 新一代智能手机市场 是一片蓝海 他也勇敢地放弃了稳定的工作 果断入局 利用苹果平台对独立开发者 颇为友好的生态 和平台发展初期 大企业尚未蜂拥而入的时机 以小作坊独立开发者的身份 获得了一定的生存空间 而这一阶段资金和经验积累 也为后来公司健康发展 并做出神庙堂王这样的游戏作品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公司同名游戏Amongi带来的营收 让妻子卢吉亚诺娃 得以辞职与丈夫一起专心经营公司 最初他们做的都是一些自明游戏 虽然反响不错 但毕竟受众范围太小 因此两人开始计划进行一些 其他类型的尝试 09年Amongi推出了3D竞速游戏 红色雪橇 这是一款靠中力感应操作的游戏 玩家只需要倾斜手机 即可操控雪橇的方向 这样的玩法在当时已经颇为流行 而两个月后 Lima Sky发布的涂鸦跳跃报后 更是让中力感应竞速游戏遍地开花 在一众同品类游戏中 红色雪橇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但此时Amongi迎来了另一位重要成员 概念设计师基里尔·强哥夫 也就是后来神秘的逃亡中 美术部分的负责人 在此之后 Amongi推出的游戏 开始有了更完整的故事 和更统一的风格 这时三位核心成员 本希望积累实力尝试制作中大型手游 那么显然并不符合这个愿景的神秘逃亡 又是怎样诞生了呢 在早期手游市场 更倾向于付费下载的盈利模式 Amongi也是如此 提不得一般会将游戏的定价 定在0.99到1.99美元 这样超低的售价 意味着他们需要足够多的购买量 才能维持公司的运营 起初这种销售方案成效还不错 09年发布的港湾大师 曾一度登上付费应用榜第三名 但紧接着在10年 他们历时一年开发的项目《麦克斯冒险》发布后 用户评价虽十分优秀 销量却并不可观 三人开始思考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们首先反思了玩法设计问题 麦克斯作为一款第三人称设计游戏 需要更多精细操作 因此游戏最终采用了双摇杆设计 在设计过程中 主创三人就意识到了双摇杆 实际上不符合触屏体验 也与手游简单易上手的原则相悖 麦克斯的商业势力 让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灵光乍现 如果改变场景不动 必须控制角色移动的预设 而让角色自动前行 场景不停转动 不就能既简化游戏操作 又能保持游戏紧张的节奏了吗 神庙逃亡的核心玩法 无尽跑步就此出不成千 而迷宫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 可以让人不断跑动的空间 最终三人敲定了神庙迷宫这一背景设定 并由强哥夫绘制了主角冒险家和反派骷髅头猴子的经典形象 在三位主创的通力合作下 神庙逃亡就此诞生 这款最初只是为了试水新玩法而诞生的游戏 出乎意料的成为了一匹黑马 改起了阿猫皮的未来 2011年8月 神庙逃亡正式推出 可以说是惊艳了全球玩家 游戏的3D画面在当时看来颇为精致 南美洲神庙探险的设定 也巧妙的迎合了 大众对夺宝骑兵系列的喜爱 抛开这些迈向上的优点不谈 神庙逃亡最核心的优势 还是在于独到的玩法设计 和对细节的精心打磨 首先在玩法上 神庙逃亡无疑是智能触屏机时代最优秀的范例之一 在神庙逃亡中 冒险家会自动前行 玩家需要通过左右滑动来控制角色转弯 再配合上下滑动躲避障碍 同时还需要通过倾斜手机的方式 让角色减到金币 Amongi将它们一直视为触屏玩法核心的滑屏操作 与曾在红色雪橇中尝试过的重力感应相结合 巧妙规律了类似双摇杆的冗余设计 最终让神庙逃亡成为了一款 既足够简单 符合知觉 又有一定操作难度的游戏 此外 Amongi还将游戏的镜头拉得很近 让玩家操作着冒险家躲避怪物追击时 只能看到自己的后背 这种设计大大增强了游戏的紧迫感 让玩家更容易怠入 后来同类的跑酷游戏几乎都使用了这样的设计模板 侧面证明了神庙逃亡在玩法设计上的巧妙 不过与不少爆款手游不同的是 神庙逃亡在上线后并没有迅速走后 这就要说回Amongi公司对付费模式的反思 和麦克斯一样 最初神庙逃亡在推出后得到了一致好名 下载量也进入了榜单前50 但一段时间后 下载量增长严重兼缓 完全不是高口碑游戏应有的市场表现 三日此时终于意识到0.99美元的价格虽然并不贵 但却成为了用户量增长留存的最大阻碍 一个月后神庙逃亡改为免费下载 每日下载量从几百次迅速增长到5万次 在取消购买门槛后 神庙逃亡反而通过内购时收入暴涨了10倍 2011年12月 神庙逃亡在发布4个月后登顶F-Zoil免费应用榜 日均下载量达到50万次 此时的神庙逃亡下载总量已突破2000万 日活高达700万 当时在游戏中普通玩家可以通过游玩收集货币 所以即便不充值 也同样可以在商店中升级道具或购买角色 玩家间比拼竞争只与技术有关 所有差距都可以通过游戏市场来弥补 这种基本公平的游戏体验 让神庙逃亡拥有了极高的玩家留存率 因此即便只有1%的玩家选择充值 游戏收益也相当可观 甚至成为了当时OS收入最高的游戏 这时神庙逃亡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作为玩家或许不了解游戏为何走通 但就是每个人都知道 每个人都在玩 2012年也因此成为3D跑酷手的元年 Killow Games的地铁跑酷 Gameloft的神头奶爸 史克威尔 艾尼克斯的劳拉逃亡等等 都是这一类的隐身作 迪士尼甚至还主动找阿曼给制作了IP联动产品 神庙逃亡勇敢传说 作为一款仅由三人制作的游戏 神庙逃亡在当时掀起的现象的影响 简直不可思议 2012年神庙逃亡先后获得了英国学院奖的 儿童电子游戏选择奖 尼克频道儿童选择奖 同年神庙逃亡与服装 漫画 桌游 街机等多个行业品牌达成合作 推出一系列周边产品 游戏迅速跃居顶流 给谢珀德三人带了巨大情绪 但没有改变他们务实的心态 他们只多招了几名员工 并把所有的游戏开发外业务 都交由代理公司负责 甚至把神庙逃亡的安卓仪制版工作 都外包了出去 而主创团队则集中研究 如何更新游戏的大问题 由于一开始 神庙逃亡定位为修仙小戏 三人并没有在设计时 给游戏留下充足的改进 更新余地 这就导致如今 无法在不改变玩家体验的条件下 更新内容 最终 阿曼给决定开发续作 也就是后来的神庙逃亡2 神庙逃亡2使用Unity制作 画面更加精致 游戏视角操作手感 都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游戏的四个角色 都有特定的能力 还增加了绿色宝石 可以让玩家在死亡后 继续跑的设定 2013年神庙逃亡2推出 游戏延续了一代的市场影响力 并逐渐取而代之 成为主流版本 发布后仅13天 神庙逃亡2的下载量 就突破了5000万次 打破了由愤怒的小脚太空版 宝石的35天 突破5000万次的纪录 随后仅凭神庙逃亡1 第二代 Amongi就在2013年 手机开发商50强中 位居第13名 超过了Gameloft HalfRig ZaptLED等公司 神庙逃亡巨大的影响力 还为Amongi吸引了 世界各国的合作邀请 2013年初 乐斗游戏与Amongi签署合作协议 负责在中国地区 发行和运营 一二代神庙逃亡 乐斗署当时国内 最积极接下海外智能机爆款的公司 大家熟知的地铁跑酷 水果忍者 纪念碑谷都曾由乐斗代理 13年2月 神庙逃亡2在国内发布后 首周下载量突破1000万 仅用一年的时间 这个数字就达到了2亿 之所以能在国内收获如此多的用户 除了游戏本身的品质过硬外 乐斗早期对游戏的本地化处理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国内的应用市场环境复杂 引进的游戏必须经历本土化翻译 改变支付方式 定制本地化内容等工序 还要面对恶性修改版本 泛滥等问题 乐斗当时为神庙逃亡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也花了不少钱在国内做活动 这才有了神庙逃亡优异的国内市场成绩 根据2014年6月 Amongi官方公布的图表来看 此时游戏的下来量已突破10亿 而中国占比最高达到36% 而从乐斗游戏2013年IPO财务研报来看 神庙逃亡营收过亿 占总营收的42% 可以看出神庙逃亡引进中国 对Amongi和乐斗来说都是一件美事 游戏本身在国内手游市场也相当有影响 但好景不长 随着国内版本的更新 神庙逃亡二口碑越来越差 甚至被吐槽众客 抄袭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所谓本土化修改 这一现象当是尤为盛行 不少国外走红的手游 在引进国内后都或多或少被修改过 我们之前曾详细聊过的上海宝开 和植物大战僵师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代理商们美其名曰本土化 让游戏内容更适合中国玩家 但实际上优化调整的目的有没有达到不说 反而经常造成更严重的问题 在游戏内容和付费模式上 区别对待国内外玩家 当时手握几个热门IP的乐斗 也未能免俗 乐斗的合作方式向来是要求开发商授权原代码 以便对游戏进行深度定制本土化 乐斗跑酷工作室负责人钟伟明对此曾表示 付费点设计的不好 用户不付费大家赚不上钱 如果付费点挖得太深 又可能导致用户流失 所以在付费点的设计上要拿捏好分寸 才能在商业化和用户体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话虽如此 但《神庙逃亡2》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 乐斗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为游戏植入了40多个角色 如果说早期拿叶问 李小龙等大家熟知的武打高手做皮肤尚可理解 那么后来推出的出自三国 神话的各种风格混搭的角色 则实在匪夷所思 毕竟嫦娥在雨林里的古老神庙 被骷髅头猴子追着跑这种画面 想想都知道是多么伪合 除了划分伪合之外 获取角色的方式也五发八门 有的要抽奖 有的要碎片 有的要保住召唤 但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 课金 为了逼用户课金 国内版《神庙逃亡2》还增加了所谓特色系统 对角色进行了稀有度划分 越贵的角色加成越变态 有的甚至可以让分数翻十倍 这种黑金设计 再加上乐斗后来推出的神像 做起宠物 翅膀等一系列加强装备 一款比分数的游戏可以进行这种程度的买枪 毫无疑问打破了游戏的平衡 而且最便宜的装备动辄几十元 每次返回都要弹出的礼包更是一百多一个 也不怪玩家们说 《神庙逃亡2》的吃相太过难看 与此同时 有关乐斗游戏的坏消息也集中而至 2016年自《水果忍者》的合作到期后 Halfbreak按指乐斗数据和信息不够公开 不再续约合作 同年国区《神庙逃亡2》推出《奔跑吧兄弟版本》 并将邓超等人的形象加入到游戏中 随后邓超等人起诉乐斗非法使用其肖像 在玩家本就对游戏怨声赛道的情况下 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 无疑进一步拉低了玩家的好感度 不过即便如此 乐斗版《神庙逃亡2》 直到现在也依然在坚挺着维持运营 去年年底 乐斗还在游戏中推出了无尽联赛玩法 让《神庙逃亡2》也陷入了万物皆可排位赛的怪圈 顺带也紧跟潮流地推出了通行证 乐斗版《神庙逃亡2》的种种魔改行径在玩家间流传甚广 有些玩家甚至误以为是Amongi做了这些十分奇葩的修改 才导致《神庙逃亡2》变成了如今这样 然而事实是 国际服与乐斗版完全是两副面孔 国际服戒变干净 角色与故事背景分割协调 课经典也基本集中在 去广告和购买地图 角色 货币等内容上 现在国际服的《神庙逃亡2》更新了圣诞节版本 除了节日定制地图 玩家还可以解锁其他地图进行游玩 相比之下 早期的乐斗版虽然也曾致力于玩法的完善与改进 但如今却只是维持着初始地图 不把心思放在更新内容上 甚至不愿意与国际服同步 而是一心想着如何打磨科金系统 这使得《神庙逃亡2》的国内版与国际版 完全成了两款不同的游戏 不免让人唏嘘 不过好在 如今至少还有国际服能让玩家们回味一下这款童年神作 而Amongi也仍在有条不紊的运营着 作为一家年营收过亿的公司 Amongi仍然维持着小规模经营 直到现在也只有不到50个成员 用谢普沃德的话来说 他们可以尝试发展成百人团队 或是把公司卖个好价钱 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更希望保持独立 在推出《神庙逃亡2》后 Amongi又为迪士尼制作了《魔镜先踪版本》 2014年公司还推出过VR版《神庙逃亡》 但反响平平 这之后Amongi只会偶尔接一些《神庙逃亡》IP的外报与其开发 比如今年推出的《神庙逃亡》消除游戏 可以说他们现在缺乏创造力 也可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 是因为谢普沃德希望小团队能够维持好《神庙逃亡》的运营 而不是眼高手低的去做一些质量无法保证的新作 如今再次打开国际版《神庙逃亡2》 我认为这些年确实没有太多的创新内容加入其中 但我们依然可以说这是一款没跟上时代的好游戏 因为它还是和以前一样有趣好玩 只是一份情怀和回忆 好的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点赞支持 如果你对中国游戏和游戏行业感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